你好,今天我特别的高兴来跟你谈一谈 因为今天是12月3号 刚好是圣方弃稍微的主宝展礼 但是我们传教区的主宝 其实全世界所有的天主教教有几乎都知道这个圣人 很多人不知道圣方弃稍微 但本来就是耶稣会的会士 那我也是耶稣会的会士 所以当然我特别的喜欢他 不过因为他那么有圣的 大家早就忘了他是什么修会的 因为他是属于整个教会 他属于我们大家的 那他怎么会这么的成功 当然他当初是有些才能 就是天主创造了这个人 就给了他很活泼的一个性格 后来因为他家里好像有一些财富 所以把他送到当时最好的大学 这是巴黎大学 那是450年前 超过450年前的事情 那他在大学里面呢 非常的喜欢运动 非常喜欢表现 其实很肤浅 很肤浅 可是他遇到了一个叫做伊纳爵 圣伊纳爵 那伊纳爵呢 发现了这个人很有潜能 所以他就故意的 刻意的跟他交了朋友 那伊纳爵他是一个 年纪比较大的才去念书的 所以他大概他们差十几岁的 两个人中间差十几岁 那伊纳爵慢慢地培养 跟他的这个关系 后来呢就请他做毕竞 三十天的了 趁这个寒暑假的机会 那么做了三十天的 一个不讲话的毕竞 叫神操 结果呢 这个很有才能的人 他愿意把所有的力量 就转向天主 转向福传 所以呢 他就后来就愿意跟随这个伊纳爵 其实 那个时候是 耶稣会刚刚要成立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正式的成立 后来呢 他们在罗马跟教宗 在办这个成立修会的手续的时候呢 那个圣伊纳爵发现呢 亚洲那边非常的需要传教士 所以他就 他就派了这个沙威去了 其实他是他最好的朋友 那沙威呢 也是很非常的舍不得 可是他还是愿意 因为他的目标 不是跟伊纳爵做朋友 是传福音的 所以他就去了 那我们知道 十年以后 他经过了在印度好多时候 他也去日本 最后在那里 就是在一个岛 我们台湾也是个岛 那这个岛呢 就是在中国的旁边 这比台湾还小的一个 小很多的一个岛 叫上船岛 他就在那边 最后在那边去世了 原来他的目标 就是要去中国 传福音 他没有到 可是后来呢 许许多多的传教士 不懂修会的传教士 也陆陆续续的 克服了所有的困难 就去了 但也来了我们这里在台湾 所以我们今日的台湾 也是关心中国的教会 我们也很关心 我们本地的教会 我相信 方济假如住在我们当中 他一样的会用他的活力 他的精神 他的进取的精神 像各州的人表示 显示天主给我们的 最大的福气 好 明天再见